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的时候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这个法案今天正式开始生效了 我认为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美国禁止所有的新疆的产品进入美国 除非你能提供证明 说这些商品不是强迫劳动所生产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还特别表示说 美国会联合其他的盟友共同的努力 把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拒绝来自新疆的商品 全球市场会跟新疆正式的脱钩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低估了这个法案的意义所在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 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受益最大 另外就是把制造业外包出去的那些美国跨国的企业 也是这个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 而今天美国的国会跟政府部门仍然做出了这个决定 不顾层层的阻力 甚至不顾这些跨国财团的利益的受损 他们用司法跟行政的手段 等于是在干涉全球贸易和商品的流动 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比方说美国进口的商品当中就有20%都是含有新疆棉的 它这么一进的话 那么很多进口服装的企业都会受到损失了 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多的都是口诛笔伐 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动作 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谴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 或者说最多就是给这些政治流亡人士发发绿卡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中国人都觉得说 美国的口头谴责都是虚伪的 他们并不是多么的关心中国的人权 他们实际上还是更看重自身的利益 他们还是会跟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去讨好中国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已经很难解释今天的情况了 如果美国真的是那么在乎经济上的利益的话 那么嘴上讲讲的人权都是在装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要禁止新疆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呢 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美国又不是生产棉花的地方 对吧 也不是生产一些新疆产品的竞争者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像中国那些所谓的网络大V所说的 说这个政府都被华尔街的这些跨国财团都操控了收买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为什么要得罪自己全球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只有一种解释 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被逼无奈的举动 当然从政治上讲 强迫劳动 包括新疆所谓的再教营 这种维吾尔的集中营 当然都是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 引发了全世界的反对 美国的立国之本 就是追求人人生文平等的崇高理想 如果大家看过我过去的那几期讲美国政治史的节目 公子读书栏目的几期节目 大家都知道 美利坚共和国实际上是建立在价值观之上的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不惜余力的 要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 所以对于新疆发生的一切 他们不可能装作不知道 必须要有所行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美国的做法 它不是说逆全球化 要终结全球化 而是它想去维护 过去一直以来运行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全球化当中 需要有公平公正的全球标准 而中国政府的做法 种种做法 实际上是在践踏人权之外 在美国眼里 还是通过违反国际法的这种方式 有意的去压低劳动力成本 实现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实际上这是在破坏全球化 所依托的公平的法治环境 而这种做法对全球化 一直以来都是致命的打击 就像是被其他国家所诟病的 中国的这种市场准入标准特别高 或者是国企的补贴 还有盗取知识产权等等 这些操作实际上都持续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 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信守 它过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只是许下的承诺 而且在最近的这几年 也是变本加厉 国家的力量全面的干预 不仅是整个的国民经济 以及干预对外的贸易了 世界贸易组织又无力解决 不公平竞争的关系 因为这个组织根本就没有 监督和执行能力 所以说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 在全球都有利益链的美国 他们终于忍无可忍 他们是被迫出手的 美国这次宣布全面禁止新疆的商品 这不仅仅是针对新疆 它针对的更是中国政府 过去这几十年在全球化当中 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 美国政府过去一直都是 不停的去沟通去敦促 但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改变不了中国的做法 中国政府是利用了自己 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 反正你已经把我养大了 我赤板硬了 觉得你现在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美国不敢把我怎么样 因为美国要对付我的话 它也会受到损失 但是问题是美国的耐心 已经将近快耗尽了 那么为了维护长期的利益 它就必须要做出 损害短期利益的决定 来应对中国的 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的商务部 对这个法案的措辞 是说美方以人权之名 行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凌主义之时 严重破坏市场原则 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我觉得这么说 这很明显是在贼喊捉贼了 因为所谓的霸凌 什么这东西 你得有出发点 为什么这么做 你得对自己有利 对自己没利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问一个为什么 美国这项法 一个最大的突破 实际上是司法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推定原则 叫可反驳原则 rebuttable presumption 它的意思是 首先要做出一个 推定跟假设之后 除非有人站出来质疑 或者证明 这不是事实 否则的话 这个假设就是成立的 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 其实我们常说的 无罪推定原则 其实也是符合 这个rebuttable presumption的 就先推定你是无罪的 除非证明了你有罪 拿出证据来 否则的话 你无罪的这个推定 就是成立的 同样的 这一次是什么 是推定来自新疆的商品 是强迫劳动的商品 有这样的指控 除非证明 你这个商品是合理合法的方式 是生产出来的 否则的话 这个推定就是成立的 那么来自新疆的这些商品 就要禁止进入美国 那么这么做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节约成本 因为美国根本没有能力 去一个商品 一个商品 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的去审核 去认定 去核实 因为成本太高了 而且还也不可行 中国根本不会允许你美国 去到新疆去进行详细的调查 独立的调查 但是美国又不能说 任由这些强迫劳动的商品 进入美国 这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同时也是美国不能允许的 不公平竞争的行为 那么他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利用 reputable presumption 这种推定原则 我先全部禁止再说 除非你是真的是清白的 那你可以提交证据 来证明你清白 你这证据被认可了 你还是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 那么这种方式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如果这个做法适用于新疆 请问 未来难道不会适用于全中国吗 现在美国可能不愿意付出太大的代价 只是刚刚从新疆开始下手 毕竟各国对新疆的商品依赖度 也没那么高 这点损失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但是随着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的不断下行 然后供应链开始持续的转移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供应链和消费市场的依赖 都会越来越少 那在对中国依赖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再加上中国又开始 全国逐步的新疆化 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在进行当中 有不少报道已经说了 很多的新疆维吾尔人是被强迫转移到 其他的省份的工厂来工作的 那么那个时候 对待新疆的这个做法 就会用于对付整个中国了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打击面就是成倍的增加 真正的会把中国 全中国从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 踢出出去 所以我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随着政治上 军事上 意识形态 价值观上的冲突 都会多点爆发 那么经济上的脱钩 就会成为必然 在我看来 这才是这次的新疆禁令的意义所在 这个经济环境的大趋势 实际上是已经非常明显了 除了中国墙内的那些媒体 自媒体还在不停的洗脑打鸡血以外 只要在中国经商的 办企业的 我相信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 现在中国经济的萧条跟衰退 就在昨天 中国的欧盟商会也发布了最新的调查报告 他们在今年的2月份跟3月份 针对600多家欧盟公司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 不少欧洲的企业 都在重新思考在中国的投资 有60%的受访的欧洲企业说 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艰难 还有23%的受访企业 正在考虑将投资转移出中国 这已经是这10年来最高的比例了 但我相信有些企业已经在考虑 但是没说出来而已 报告还警告说 这个世界不会等待中国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可见西方企业对中国的目前的环境 经商环境是非常度满 特别是中国的什么动态防疫政策 那么为了减缓外资撤离的速度 上海市政府急忙的去找来了外资的高管 连续召开了20场的政府企业的沟通圆桌会议 上海在6月份开始解封之后 已经有一部分外资企业恢复了生产了 但是仍然是一小部分 再加上现在马上有北核戴河会议20大 即使是在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城市 人们对经济成长不再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信心 也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终于睁开眼睛 认清楚了今天中国的体制 对中国人的生活 对中国的经济的成长造成的伤害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谁也无法逆转这个世界的大趋势 好这期的公子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